小米万兆路由器硬件配置很高 但是官方系统的功能有限 不支持VLAN也不支持安装第三方插件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刷机来弥补它的不足 最大程度发挥硬件价值 刷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路由器的后台 我用的系统版本是1.1.16 我试过了是不需要降级的 如果未来的版本无法解锁 可以降级到1.0.53尝试 为了排除其他干扰 我先重置一下系统 点击系统升级 再点击立即恢复 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等待大约三分钟 重新进入路由器的后台 先进行初始化设置 我的是DHCP方式上网 直接跳过了 这一步设置密码为12345678 之后就可以登录后台了 路由器是正常连网状态 系统1.1.16 我尝试了一下 现在是连不上SSH的 解锁SSH需要用到这个工具 X米2Parcher 这是GitHub上某位大佬开发的 小米路由器固件补丁 绝大部分小米路由器都可以使用这个办法来解锁SSH 这个文件我会一起分享 解压后打开文件夹 找到run.bat 双击运行 就能看到功能菜单了 首先看1 看看后面的IP地址对不对 如果不对 就输入1 手动改一下 之后输入2 开始解锁SSH 按提示输入路由器后台密码 我的是12345678 然后稍微等待一会儿 页面有这个提示就说明解锁成功了 SSH用户名和密码都是ROT 端口号22 之后会弹出功能菜单 我建议把所有的分区都备份一下 输入4回车 然后再耐心等一会儿 备份文件会放在backups文件夹里 接下来我们利用SSH开始刷机 打开Mobile Xtune 点击左上角的Session 然后再点击SSH 输入192.168.31.1 点击OK 用户名是ROT 密码我这里直接跳过了 点击左侧 先向上一步 然后进入TMP文件夹 需要复制两个文件过去 目前有两个版本 一般用V2版本 如果要刷Docker版的固件 需要用Max版本 我将V2版的两个文件 拖入TMP文件夹 然后对文件进行校验 输入这两条命令 然后再对比我的MD5值 这一步要小心 因为文件没有完全公开 某些渠道的文件有风险 如果刷入错误的文件 路由器就会变成钻头了 确认没问题之后 分别刷入这两个文件 之后我们再校验一下分区 显示Success 就说明分区与文件一致 这样刷机肯定不会变钻 下一步我们进入Uboot页面 先断电 然后按住Reset按钮 通电开机 坚持大约20秒 期间路由器前方的指示灯 从黄灯变成白灯 然后再变成白色闪烁 最后是黄灯常亮 然后用网线接入路由器的2.5G网口 电脑的网卡设置为静态IP IP地址192.168.1.6 紫网野马3255.0 下面就不用设置了 然后点击确定 再确定 浏览器打开192.168.1.1 即可进入固件升级页面 到这里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固件刷入了 我这里选择的是6月18日发布的Factory版本的固件 这些固件暂时没有公开 我是付费入群获取的 之后点击Update firmware 等待一会就可以了 期间网卡会显示网线断开几次 之后将网卡改回自动获取IP 然后刷新网页 即可进入新固件的后台 默认密码是Password 这个版本的固件我用了一天 常用的功能都有 某个没有的插件 你自己装一下也很快 到这里刷机就结束了 之后再出具体的使用分享视频 可能有些人刷机是为了藏鲜 刷完机之后发现系统使用很复杂 又想刷回小米系统 接下来我演示刷回去的办法 刷回原厂系统的方法是相同的 先断电 按阻Reset按钮 通电开机 坚持大约20秒 黄灯常亮之后 网线连接路由器的2.5G网口 将电脑的网卡设置为静态IP 然后打开192.168.1.1 进入Uboot后台 选择我们之前备份的文件 如果你没有备份可以用我的 选中MTD24这个文件 然后刷入即可 等待三分钟左右 将电脑的网卡改回自动获取IP 在浏览器输入192.168.31.1 即可进入米WiFi系统 无限的时候 刷入肥运的资格